四人帮中他命最好 他就是姚文元 关于姚文元被抓 他的妻子金英回忆称 1976年10月6日那天 和正常一样 姚文元只要被叫去开会 没想到后来就再也没回来 后来搜查姚文元的笔记 发现他不断在日记中 提醒自己要和江青张春桥保持距离 不过因为他是张春桥提拔到目前职位的 为了自己记得的利益 姚文元最终还是选择跟随他们 关于自己被抓 这似乎在姚文元的意料之中 在狱中这段期间他表现良好 1996年服刑满20年后姚文元出狱 这一年他65岁 没想到的是 离他出狱还有几个月的时候 金英去世了 后来姚文元出狱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妻子找了块墓地 后来的日子里姚文元 大多都待在家中 还专门向上级请示了回忆录的事情 回忆录主要记录 从1956年到1976年这期间的经历 在得到上级允许后 他写了42万字 后来有官部门为了照顾他的生活 给他每月4000元的生活补贴 往后的日子里姚文元安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他死后却留下了谜 就是不知道他究竟葬在哪里了 有人说和妻子金金合葬 但是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关注微信号 红木整装知识 每天更多精彩知识 免费阅读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